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独行于星间的旅人 创造了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管理者们把它奉为神明 决定为他修建一座雕像 你想要听这个故事吗 那么就由他们来为你讲述吧 应该从哪里开始建造呢 首先要赋予他性格 让看到这座雕像的人 一下就能联想到背后的故事 幸存的精心科学家 把的话语滴到你的耳边 让你觉得他如此善解人意 简直就是你的灵魂之友 但他不会轻易 拖入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们在后摆其实还加了孔雀羽毛 然后配合着他的那个丝袜 神秘的小V可是有千种装扮的 要对不知道的人保密哦 这些听起来是不错 但可别忘了最重要的 没错 他可是弗洛斯的守护神 当然要很厉害很厉害才行 他会时刻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而我会翘起二郎腿 悬浮在空中 攻击动作灵巧随性 弹指一挥变火将敌人全部抹发 会有些痛哦 弹杆斗 与我同行 限制解除 营造出一种反差感了嘛 就那时候你跟他好好聊着聊着 一言不合 从背后端出一个巨大的机甲 然后后来再制作地加大了十倍 唤醒独行者对木雕区域进行火力覆盖 轰炸 别生气哦 哼 障碍消除 直接引导独行者对木雕重拳出击 从物理意义上 粉碎 摧毁一切看得到敌人 等威塔展开模式 全知的理议 将撕裂天雀 他会用一场对手性命的终结 此时的为他 世间的一切都逃不及他的掌握 和猩猩一同 落入被遗忘的世界吧 只有结合了所有的这些 才是真正的他呀 故事就到这里了 你说想看我新写的内容 暂时保密 可不要偷看哦 意味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